在进入今天的正题之前 我们首先想说一点 人无完人 对车来说同样如此 对于有车一族 或者即将购车的朋友来说 这世上没有最好的车 只有最适合自己的车 所以在两辆车进行对比的时候 我们没必要去争论一个高低 毕竟持有所短寸有所长嘛 而今天的主角 实在思域和昂克赛拉 想必是很多车迷朋友 曾经究竟 或者是正在纠结的两款车 几乎相同的价格 时尚的造型 尤其是对于想买车的朋友而言 到底应该怎么选呢 在综合性能方面 实在思域肯定要比昂克赛拉好 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但是思域和昂克赛拉 却压根不是一个性格的车 什么是所谓的性格呢 要知道昂克赛拉 是彻头彻尾的驾驶者之车 转向手感好 动力反快 悬挂动作精密 驾驶体验比实在思域好玩的多 绝对是一台很有运动感的车 可是在舒适性方面 昂克赛拉却彻底完败 后排座椅靠背直 空间局促 隔音更是糟糕的级别 坐在后排什么体位都不好受 噪音异常大 缝隙更是不忍指示 这点昂克赛拉对实在思域 是绝对羡慕不已的 空间 座椅 绿阵 隔音 配置等方面 昂克赛拉也都被玩爆的体无弯夫 而回到实在思域身上 我们完全可以说思域跟操控性和运动感 搭不上半毛钱的关系 甚至说好开都算不上 仅仅只能是单纯的容易驾驶而已 说到底 思域也就是一台又快又舒服的家用A级车 如果真要一台驾驶有乐趣 性能不俗的A级车 昂克赛拉确实要比思域强的不止是一点半点 所以总结一下 如果你买车是为了体验驾驭乐趣 开起来畅快 那么昂克赛拉绝对值得你拥有 但是如果你想买一台车 能在家里几个人旅游 那你就必须考虑实用性和舒适性了 首选也就肯定是思域了 当然了 回归开篇所说 时代思域和昂克赛拉没有谁好谁差 对于车主而言 也就没必要去争一个输赢 毕竟只有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继续